大家好,我是艾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崩坏角色瓦尔特的攻略 星穷铁道机制的怪物瓦尔特潜弹攻略角色入门角色评测 作为开服1.0版本,唯一一个虚数伤害类型的角色 瓦尔特是一个很独特的五星 给敌方上减速debuff和大招退条的特性 也让他在许多配队上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尤其是跟开服1.0角色希尔的配队 可以说是契合度非常高 希尔的高机动性和独特的拉条属性 配上瓦尔特的禁锢buff和减速度的debuff 可以说是实现了回合上的全面牙齿 在模拟宇宙和望雀之亭里都有很亮眼的表现 更难能可贵的是 瓦尔特晋级了行技能力惩戒后 会带来更高贵的属性 施放终结剂可以百分百降低敌方防御 使其受到的伤害提高12% 持续两个回合 这更能让他拉大主C的输出效率 瓦尔特不仅辅助能力强 他的技能倍率也是高的离苦 这也是他能当作副C打的原因 良好的配装和练度 而让他的伤害体量上完全不输于一些刺行的主C 总体来讲 瓦尔特及减速、易伤、汇调的控制于一身 是实时代在1.0版本T0的存在 五星角色中最值得抽取的角色之一 瓦尔特的配队 总体来讲非常宽反 几乎任何队伍都可以塞进一只瓦尔特 但是向性追合的两个主C就是单横和希尔 单横对于减速的敌人 点亮行技、刚锋后 会使自己的普攻 或减速敌人上会有更高的伤害 而终结技 被减速的敌人也有更高的倍率 而瓦尔特的技能机制上 总体来讲 就是跟减速debuff 网定挂钩的 颠覆、时空扭曲 也是减速增伤类型的 所以瓦尔特带队跟着单横 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组合 两个人都能造成减速 都吃减速的争议 像型拉满 希尔 只是不用说 无论是退缴 异伤 还是禁锢的控制 都是希尔队里需要的板块 希尔队里有一只瓦尔特 可以极大胆增加希尔的输出回合数 和输出效率 另外的生存位上 希尔跟杰帕德并不是很搭配 希尔的高机动性 会很快过掉阿杰提供的护盾 除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之外 其他的奶河盾的位置 火煮、纳塔莎、白鹿 都是可以搭配的 辅助位 悠险亭云 亭云 毫无疑问是版本 踢领的存在 辅助功能非常强大 另外 佩拉的减防 跟瓦尔特的异伤 双重debuff 也是非常强力的组合 有时候甚至可以打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过 辅助搭配佩拉的话 佩拉的使命 完全剖析 捡敌人的冰炕 可以作为一个冰拐使用 另一个C位 其实可以考虑燕青 如果你抽到了燕青的话 佩拉 燕青 瓦尔特 加上另一个生存位的配队 也是可以考虑的 值得意说的是 瓦尔特的战技 对拳效果很一般 但是对单赏 可以说是很恐怖 获盾效率非常高 瓦尔特的装尾 也就是仪器的推荐 基本是固定的 开光期 配件快箱手 主持条最好是攻击力 这样的瓦尔特 前期的伤害 完全不输于一些主C 而让你前期玩得非常爽 一个战机下去 简是只刮骨的疼 两件套 飞件模拟宇宙前期 就会出的黑塔两件套 其套装效果 太空封印战 进一步提高攻击力 进一步减轻 前期开荒的压力 就是把攻击力拉到满 让瓦尔特吃满攻击力 当输出角色玩 前期就可以玩得很舒服 后期 我们就要开始转型了 转型到一个 副C和辅助的定位 双位磁条 也要多考虑效果命中 来增加辅助能力 装备换成一套废土套 增加虚数属性 伤害的同时 提高自己 对负面敌人的 暴击和暴伤 负宽老羊的维度 两件套换成 范银河的商业公司 效果命中 不如老羊来说 极其重要 这个两件套 就能拔高这个 极其重要的属性 非常契合 十条上 衣服最好是 效果命中 还是那句话 效果命中很重要 能在仪器属性上 拉到的地方 就不要放过 球 费剑提高 输去素属性伤害 其余的部位 不用特意强调 除了这两个位置 其余位置和附属性 优先暴击和暴伤 其次能量回复 速度 攻击力 都可以 武器 也就是光追的选择上 五星 如果你有专武 最好是专武 它可以让瓦尔特 在对抗 已经陷入 负面属性的敌人时 还能增加 其大脚的攻击力 有更高的伤害提升 增加 瓦尔特的输出 还是那句话 千万别小瞧 瓦尔特的输出 不要以为 它只是一颗 辅助角色 其次 四星光追上 晚安以睡言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它可以让 瓦尔特在对抗 已经陷入 负面属性的敌人时 获得伤害上的提升 也是非常契合的光追 但是抽取难度较大 大约卡池子里的 四星光追 后会有期 也是可以考虑的 它会在 瓦尔特失望普攻 或者战技的时候 被敌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满阶 每次攻击 都附加了96%的 攻击倍率的附加伤害 也是非常恐怖的 最后一个推荐的是 猎物的四星 这个光追 直接提升瓦尔特 最需要的属性 效果命中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最后 我们来谈一谈 瓦尔特们命座 满命的瓦尔特 跟领命的瓦尔特 输出和挂debuff的效率上 差异还是很大的 在同样的队伍里 他服可能在一倍左右 一命 明的团神 伤害提升非常大的命座 可以直接提高普攻 和战技的输出倍率 虽然不是加到技能上面 而是以一个附加伤害的方式 简单粗暴的加伤 二命 新的凝聚 没有增加输出 而是提高了瓦尔特的机动性 瓦尔特击中带有解数debuff的敌人时 会触发天赋 时空扭曲 偶外造成以攻击力百分比 计算的虚数伤害 有了二命之后 不但会造成伤害 而且会给瓦尔特回能 每一次的时空扭曲 互发都会回能三点 而瓦尔特的普攻 还有战技都是多段的 这个三点一下累积起来 其实很可观 有了这个命座 装备仪器的选择上 基本可以完全不要能量回复 瓦尔特的终结剂回能压力会小很多 三命 和平的起愿 加的战技和普攻的等级 进一步增加输出 四命 一等名号 四命是个质贬 四命的瓦尔特会大大提高战技 对于敌方目标施加减速的概率 加上遗物 效果命中的输清概率 基本四命的瓦尔特 战技攻击到敌方单位上 刀刀都会给上debuff 非常稳定的提升控制效率 五命 善的力量 更加终结剂和天赋的等级两级 也就是增加攻击力的倍率 零面上的伤害提升 六命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会额外在战技上附加一道虚数伤害 也是提高战技输出值的命座 总体来说 命座对于瓦尔特的提升 其实中规中矩 没有非常强 零命的瓦尔特 基本功能完全 命座的提升 主要体现在增加瓦尔特的输出 和挂debuff方面的能力 好 瓦尔特的定位非常特殊 是一个极输出和功能线一体的角色 对于敌人的控制 可以暂时来说 是现阶段所有角色里最强的了 他不仅仅几分华丽 而且功能强大 不过开副阶段 你抽到了一只瓦尔特 那绝对是个头等大脚 所以说你抽到他了吗 感觉怎么样呢 我没有那么强呢 抽到瓦尔特的伙伴 强烈推荐 抽一下阿伯尺 佩格希尔 伊恩直接拉满 真的很华丽啊吗 好啦 今天的攻略就到这里 希望这篇瓦尔特的攻略 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关注再走哦